直接召开记者会 民进党台中市党部曝光影片 指控中六选区国民党候选人罗廷伟涉嫌汇选 还有人用这样子的方式来争取民众的支持 我们觉得这是开民主的道策 就是这一幕 罗廷伟在9月22中秋晚会上拿出现金让民众摸彩 律令指控这种行为已经符合汇选台阳第十点 加借摸彩民意提供奖品 而10月28号重阳敬老活动 罗廷伟团队成员也发生同样状况 我在去年就有做过这样子的动作 而且特别有在这个场域当中 直接拿着麦克风跟大家报告 与选举无关 否认会选指控的同时 罗廷伟也引火到对手江兆国身上 一千块在这边 他拿出一千块新台币给主持人 包 红包 请问你去年有来吗 他有录道 他为什么不直接去检举呢 我们大家一起来让地检署查查看 到底是谁在会选 选战倒数中六选区 会选宜云满天飞 蓝绿频频出招互打现金会选 让选情更加白热化 欢迎新闻豪市城 庄平台六备摇台中采访报道 重磅消息 我们欢迎一把刷的播出时间 要做更改了 原本是晚间十点 现在赶到晚间九点 请观众朋友一定要多多支持 我们欢迎一把刷